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上課喔 來 首先我想先問一下第一個問題 你們有沒有人知道誰是偉小寶的 誰可以幫我描述一下偉小寶幹什麼 真的 你的名字 太坦登記 那個15號 你覺得他煎炸狡猾長得不好看 又好色 他好色嗎 好 你幾號 41號記一下 剛才是 還有誰可以幫我分享一下偉小寶 偉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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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說他是壞人 OK 好 你是 好 韋庭 44號 還有誰 韋小寶 他誰可以分享一下 對韋小寶的認識 鹿鼎記的主角 你也太混了吧 孟佳 我本來你要告訴我 韋小寶他媽叫什麼 韋金花 韋金花 運氣很好 韋金花是一個妓女的小孩 然後他可以從以太健身為入宮 然後不被檢視機器 然後可以學到爵士武功 他學到什麼爵士武功 他學到什麼爵士武功 至少他有學到武功 他學到什麼武功 他只會一個神星百變 那個逃命的公司 來 你幾號 53號 53號 你是家智齁 好 來 所以你們知道韋小寶 好 那我再問下一個人 有一個人叫郭靖 你們聽過沒有 郭靖幹什麼的 形容一下郭靖 我不要問唱歌的郭靖 我要問金庸小寶的郭靖 你剛講過了換一個人講 郭靖 誰幫我形容一下郭靖幹什麼的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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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嗎 你要講嗎 爛好人 爛好人 解釋一下 其他角色對他有一些要求 他大致上都會說 他會推托被人給他的情趣 OK 所以你覺得爛好人 你幾號 朔一的二十一號 OK 你是柏宇 好 還有誰 郭靖的 楊過爸爸的敗把兄弟 楊過爸爸的敗把兄弟 他們兩個人真的有敗把嗎 還是被敗把 好 沒關係 因為他們兩個從小是他父母 他的兩個人的父親 讓他們就是先許下來說 如果一男一女的話 他們就結為夫婦 所以應該是被敗把吧 好 你的名字是 勇家 二十號 好 勇家 謝謝 還有誰 提到郭靖 這個我真的有看 他自知 努頓 然後很認真 然後狹義心腸 狹義心腸 他跟偉小寶誰比較狹義 他跟偉小寶誰比較狹義 郭靖 郭靖 好 來 還有誰對於郭靖的描述 還有誰可以補充一個 最後一個 好 那是非常難奇怪的例子 然後因為他實在是太笨了 所有人都學不會怎麼會互國 偏偏他就會不會 嗯 好 那現在新的問題出來咯 如果說 如果說今天那個 郭靖 現在兩個人 一個人叫郭靖 一個人叫偉小寶 他們以前呢 有一次他們在說 他們要去太平島挖石油 結果 結果呢 就後來他們到海南島 他們到海南島選市長 選到都不小心當上了市長 結果被人家問說 你的預算上面呢 挖石油的預算在哪邊 那你覺得郭靖跟偉小寶 各自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問題 你覺得郭靖會認還是不認 你覺得偉小寶會認還是不認 不認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覺得郭靖會認 偉小寶不會認 兩根都是金庸小說的人 為什麼你覺得一個會一個不會 蛤 你覺得郭靖的個性比較古異 好 還有呢 那你覺得偉小寶會怎麼講 白紙黑字拿出來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完全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 沒有 這不是正問喔 這不是正問 真假 喔 喔 好 他有什麼原因 你覺得說 你覺得兩個會打法不一樣 郭靖跟偉小寶 郭靖他就是很負責任的人 為什麼他很負責任 當初首相楊成一首 快不行了 也是盡力的去 去綁手 喔 然後他就是 連他女兒要 要死 就是要被 當作祭品 他也是 決定要死首相楊成 所以他很負責任 好 還有誰 那偉小寶 為什麼你們覺得偉小寶 你們就會覺得偉小寶會 會說白紙黑字拿出來 從什麼地方推論出來 偉小寶那麼花言 那麼聰明的人 為什麼一定會選擇 白紙黑字這種說法 而不會直接認下來 人家好歹是 天地會的青木堂堂主耶 可是他講過啊 他就認就好 說我講錯了不就好了 我們不是說勇於認錯 是個好事 為什麼你覺得偉小寶不會做 勇於認錯這種事情 你覺得偉小寶 因為愛面子 他不會做這種事情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提到偉小寶 你們覺得他不會做的時候 為什麼覺得他不會做 如果是偉小寶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是會 有款的認也有可能 但他應該會評估 對他自己個人的損害大小 如果 認的 受到的損害比 不認大 小的話 他以後就會認 好 好 問這個問題其實是為了 我們要先快速討論一下 我們上禮拜當中 請各位看的那個paper 裡面來講 在上禮拜挑到下一頁 好 上禮拜我們看的paper當中 我們主要談的是在這個東西 它叫做 An Integrative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Mending and Managing Ethical Behaviour in Business 那在這篇文章當中 它是一篇比較久的文章 我知道 那選這篇文章最大的目的是 因為 這篇文章當中 稍微的把我們一個人 在一個組織裡面 會怎麼樣子來去決定 我們的一個倫理行為的部分呢 他用一個模型的方式 稍微簡單的說明了一下這個東西 同樣的一個事件當中 不同的人 可能會對於這個事情 該怎麼因應 會有一些不大一樣的一個反應 像剛才我們說好 同樣可能之前說過了什麼話之後 然後結果發現 欸 狀況不大對了 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會碰到不同的人當中 可能會說 他們可能會用不大一樣的方式 來去因應這樣子的困境 就好像我們剛剛講過的 郭靖還有韋小寶 像這樣子的狀況 那 這個文章當中呢 請跳到下一頁 它最大 請跳到下一頁好了 好 它最大的一個特色呢 最主要的 希望各位注意到的事情是說 它用這張圖的方式 去把一個人 他會對於倫理行為當中 他等一個 怎麼去決定 該怎麼做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這樣子的判斷當中 他把它分成了 各式各樣的一些影響因素 那主要的因素 可以分別分成說好 就個別的因素來講 他認為主要說 他個人的一些人格特質 跟他等一個社會化過程當中 的一些現象 那 這裡面呢 涉及到另外一個東西 是來自於說 我們在第一堂課當中說過說 我們有很多的倫理準則 同一個事件當中 每個人會選擇 不同的倫理準則來做判斷 而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事實上每一個人 他選擇倫理準則的形式不一樣 我們可以把這樣子的東西 稱作是一種所謂的 Ethical Philosophy 這樣子的東西 那同樣的還有像是 它的一些 Decision Making 的一些Ideology等等 還有外部的一些環境 跟組織內部的一些環境 對它造成的影響 那基本上來講的時候 對一個人而言的時候 他得一些過去的倫理行為 不是他現在產生的倫理行為 會受到這些各式各樣的一些 複雜因素的一些影響 那這裡面來講的時候 用剛才的郭靜跟 偉小寶的例子來看的時候 好 我們這樣子來問好了 如果現在 現在要你來選組員 你要選擇郭靜還是偉小寶 來我們這樣表決一下 你要選組員的時候 你想選郭靜的人 可不可以 郭靜的人請你按1 想選偉小寶的人請你按2 現在開始 如果你現在要選你的組員 像剛剛有人缺組員對不對 你要選郭靜還是偉小寶 你會選郭靜的人請你選1 選偉小寶的人請你選2 好跳過來看一下 開始投了嗎 開始投票 郭靜的選1 偉小寶的選2 蛤 你說 欸 沒有網路斷掉了 下面網路斷了 點一下 欸 好吧 沒關係 來 那個線上系統斷了 沒關係 我們有嘴巴 好 你會選1連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對 選郭靜的 選偉小寶當你的組員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good好都有 偉小寶好像少了一點 目測起來 又哪一位偉小寶的支持者 可以分享一下 你為什麼要選偉小寶 這裡 偉小寶比較會講話 你覺得比較會講話的人 一定會加分嗎 你覺得比較會講話的人 沒有一定啊 像偉小寶來講 會不會更慘 因為講太多錯話 就會走下神壇 我覺得 在報告裡面 不會講話的人 會比較正常 好 還有誰 會選偉小寶的 後面那位同學 不好意思 因為像 老李是說選組員 對 因為像我比他的人 比較會做報告 然後如果我們組內 有個可以像偉小寶一樣 幫我們執行 譬如說 上台講話 就 好啊 這個作業我來做好了 這個東西我來做好了 欸 時候到了 欸 這個東西 上次我不是說是 我並沒有說要做啊 你有任何的證據嗎 所以那是你的問題 你覺得這樣子的組員 你要嗎 可是沒有啊 老師我就放他負責去報告就好 蛤 就把我們的東西弄完 然後請他參與 然後請他負責報告 這個我都看完了 你們要做什麼東西了 欸 這個 通影片我沒看過 沒關係我聽嘴炮來講 這樣會不會有問題 當然是有點問題啊 但總體上台 什麼都不會講好 OK 好 會選郭靖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請郭靖當你的組員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組員一定會有一個症候 對 如果是任務的小跑 他可能就會 用盡他的力氣去調那個 吸引追蹤的 所以 嗯 那我是郭靖 郭靖上一份 但是在文配的時候 而且比較 簡單的工作給他 然後他會 然後他會 是 好 你的名字是 啊 王志堯 王志堯 OK好 還有誰 郭靖的支持者 嗯 感覺比較負責任 感覺比較負責任 雖然笨了一點 有 有笨嗎 後來就練武 對啊 看做什麼事情啊 練武是很厲害 好 那我再換另外一種情境 我剛剛是選組員 對不對 現在如果你今天要做生意 你要選一個partner 你要選郭靖 還是要選委小寶 現在呢 現在如果你今天要做生意 找個合夥人 你要選郭靖 還是委小寶 現在好了是不是 好 你會想選郭靖的人 請你按1 你會想選委小寶的人 請你按2 現在開始 對 你要找一個合夥人 一起開公司 對 你要選郭靖還是委小寶 一是郭靖 二是委小寶 好 好 我們看一下 欸 郭靖60 郭靖 郭靖變成三分之二這麼多 好 選委小寶的人 現在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你覺得委小寶是聰明 還是他只有嘴皮子而已 嗯 不笨吧 叫他去打架 他也只能在後面落跑 叫他去比武的時候 他也只能落跑啊 嗯 他可能選擇了一個比較出面的方式 來回應他做不到的事情 那誰誰 那誰做 你這樣跟他合夥的話 事情誰來做 就是下面找事情 找公主生 好 來 還有沒有委小寶的支持者 分享一下好不好 這邊有沒有 委小寶的支持者 而且他跟黃爹 他有一些官員關係 不錯 嗯 嗯 創業的時候就找他的話 他可以 非常容易建議社交網絡 好 會選擇郭靖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欸你先好 對不起 我覺得 如果要挑紅火人的話 就是我必須要是 能夠信得過人 如果一天到晚 必須要擔心他會倒戈的話 那這樣代理成本會太高 嗯 所以你基於信任的理由 你比較信任 外面他們剛才講的那些東西 都是可以 因為很多人 很多企業家都白手起下 他們一開始 資金沒有 他們人脈也沒有 都是一起 騙手之主去打拚出來 所以我覺得 這些外部的東西 都是可以後天去取得 但是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的默契是非常重要 是很難 後面去 沒有辦法短期之類 去累積起來 是 所以我覺得是 好 你的名字是 劉志豐 劉志豐 因為委小寶 他是屬於比較智利 然後所以他會做 他做的選擇都是會 對他自己的選擇 是第一最大的 那如果跟他合夥的話 或許 在 有時候他可能 持底下就會 做你對他比較好的選擇 然後他會傷害到 好 容易被他賣掉這樣子 好 你的名字是 余軒 余軒 好 我好奇一下好不好 你剛剛有說過說 你對於郭靖的第一印象 他是爛好人 是不是 你為什麼不覺得說跟爛好人 合作很好 可以把他宰掉 可以欺騙他 因為在創業初期的時候 公司沒有那麼多的人力跟職員 去應付顧客的每一項要求 那郭靖的個性很難 他很容易去答應別人的要求 那我覺得這樣會對我們創業的公司 造成一個自然 是 好 謝謝 跳到投影片這邊 回到上頁 為什麼問像這樣子的問題呢 剛剛在文章裡面的模型裡面 有一個主題 它叫做 Ethical Ideology 這個部分 那什麼叫Ethical Ideology 這部分來講 指的事情是說 當一個人碰到倫理 倫理的一些議題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樣的原則 來決定看看說 自己該怎麼樣行事的 在剛才舉出來的一個 郭靖跟韋小寶的例子之下的時候 先講好了 這個圖形來講的時候 他們有兩種不大一樣的一種 處理的方式 第一種方式呢 好 第一個構面呢 它叫做 Idealism 它指的事情是說好 對於這個人當中呢 他認不認為說 每一個事情當中 都有一個比較崇高的一個道理在這邊 這是不可以違反的 因為有像這樣堅持的人來講 代表的是你越有理想性 第二種就是所謂的 相對主義性的一個特質 所以相對主義性的特質是說 你相不相信 一個事情該怎麼做 會隨著環境變遷 而做一些調整 如果你越相信 它是很有彈性的話 這代表的事情是說 你在 Relativism 這個部分來講 你的一個程度越高 那就這樣指標來講 說文章裡面 把每個人 他的一個 倫理上 倫理判斷的一個意識形態呢 把它分成了四大類 分別是 Subjectivist Situationist Exceptionist 跟 Absolutist 好 那就 剛才舉出來的郭靖來講 你們覺得郭靖比較像哪一種 郭靖比較像哪一種 右下 右下 How good 為什麼是右下 為什麼你覺得是右下 你會想跟郭靖做朋友嗎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有沒有聽過一種人 叫正義魔人的 你覺得郭靖像不像正義魔人 他在很多的地方 其實是很正義魔人型的 例如像 那個 來 記不記得在神雕俠語裡面 不是有一次郭福 把楊過的手給砍掉了 郭靖在來幹了什麼事情 好 黃蓉要不要這樣幹 黃蓉覺得說好 以黃蓉來講 黃蓉絕不覺得 覺得郭福把楊過的手砍掉 是一件錯的事情 你覺得怎樣 他也覺得是錯的 他也覺得是錯的 好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講 是蓋幫某個弟子 把那個 把那個誰 把楊過的手砍掉的話 郭靖會不會把 想要把蓋幫那個弟子的手砍掉 可能會 那 黃蓉會不會覺得說 你就把它砍掉吧 但是郭靖那個時候不會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行為之下 代表的事情是說 以郭靖那個Case來看的時候 他是一種對於對錯愛恨 很分明的 那個原則過完之後 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所以他有一個高度的 一個道德理想性 並且呢 他完全沒有所謂 相對性這樣子的問題 例如像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我們講到論理準則的時候 除了說講到 例如像是公平主義 然後是要用主義之類的之外 我們還要講到另外一種東西 叫做所謂的一個care 所謂的一個親密關係的原則 以黃蓉立者來看的時候 黃蓉會因為 事情的情境 例如像那個當事人是誰 而有了一個不大一樣的判斷 可是對郭靖來講 他就是 錯就是錯 對就是對 所以他就是一種 所謂的一種 標準的一種absolutist 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好 那如果用這樣子的分法來分的時候 來我們來問一下好了 你們覺得韋小寶 有沒有任何的道德理想性 覺得有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韋小寶是個充滿了理想的人 都 你們覺得韋小寶沒有理想是不是 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 白手起家的成功典範嗎 你們在台灣社會裡面 去哪裡找一個 像他一樣白手起家 可以做到大觀的 好 那你覺得韋小寶 他能不能 他對於情境的寬容度來講高不高 可能很高 所以用這樣子的例子來看的時候 他是一個低的一個所謂的理想性 但高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相對性來看的時候 他就會屬於一些一種subjectivist 這樣子的一種人 所以呢對於他來講的時候 可能所有是非的判斷來講 他會以自己所在的位置 來做為他主要的一個判斷 那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倫理的 倫理的意識形態來講的時候 他所犯指的就是在於說是 個人怎麼樣子 針對自己的標準 和他所處的情境當中 做抉擇的一種style的東西 請跳到下一頁 那整張圖來講的時候 如果把它想到更 更抽象更精簡一點的講法來講的時候 就是說一個人 我們怎麼樣子來下對跟錯的判斷的時候 除了受到我們從小的一些生長背景 之類的東西之外 還有呢 會受到我們所處的一些 組織當中的一些因素 好 例如像是說 我這樣舉什麼樣的例子 好 嗯 你們 蛤 OK 我再想一個東西是 好 你們為什麼 要念 為什麼要念書 不對 為什麼要來上課 歡迎總問吧 對不起 為什麼要來中山大學念書 誰敢分享一下 因為沒有考到台大跟政大 為什麼沒有考到台大跟政大 還是要來中山大學念書 為什麼一定要考台大政大 為什麼要念研究所 因為我大學太爛 然後除了爛之外 就是資源比較少 有很多 就有來中山大學 提到我一直在學校沒有提到 體驗什麼東西 我有學生跟我講說 他因為沒有社團活動的經驗 所以呢 他上研究所之後 第一件事情是說 先問問看說 哪個社團可以參加 他想補一下 你是為了補足這種 為滿足的學分嗎 不是社群啊 是社群產學合作啊 然後還有管院的 管院其實有 然後還有管院其實有很多課程 是你現場的課程 OK 那為什麼會想要這些經驗 蛤 為什麼會想要這些經驗 就看到別人都有 自己沒有 覺得很難過 沒有都難過 這個也好想要 好 謝謝 那現在可以分享一下 為什麼來這邊的 為什麼都沒有人敢勇敢的告訴我 我最喜歡講的那句話呢 我要拿到中山記演出的學位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可以讓我以後找工作 可能可以彈到比較高的心學 或是比較好 OK 好 你呢 李嘉 李嘉靖 李嘉靖 你大學念哪裡 東華嗎 東華不錯啊 你看 你離市區要40分鐘才能到 可以在學校裡面專心念書 不然每次都跑那麼遠很累耶 為什麼 他寫快 好 用剛才 我用一個可能不是很好的類比來講的時候 每一個人來這邊念書的原因可能不一樣 所以你就可能被不一樣的東西所驅動 我記得今天有個學生跑過來找我簽加修單 他跟我簽交單的原因是因為說 我要加修中款 那我的反應是呢 我馬上給他簽下去 我為什麼要馬上給他簽下去呢 因為 這代表的事情是說 他不是為了喜學分 他是為了想學東西 我們的中塊這種課程一向是比較深比較難 分數項比較不容易拿到的 那某些人來講 他可能會因為說 欸 我的目標是因為說我想多刷到比較好的分數 因為我將來可能要幹嘛 或者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看 那種情形之下你有不太一樣的選課的策略 所以組織裡面當中提供各式各樣的一些誘因來講 會去影響到各位的一個行為 會有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因為像我們現在的評分制度當中 並沒有考慮到課程的難易度 而各位成績單上只能看到 就我的A加A減這類的東西 所以 像那時候我記得有另外一個學生 是外文系的學生 他來問我一件事情是說 他想申請那個 申請研究所 推增研究所 他說 可是他說他的分數不夠高 雖然他已經到了不知道GPA快4的樣子 他說全班在他們系上 只排到那個 20%以後 我就問為什麼 他說 因為他們的分數都給好高喔 然後我就說 那樣子的話 你們的分數 那個分數到中山氣管來比的時候 分數大概是多少 他說我大概變成三名的吧 所以在這種行情之下的時候 代表的事情是說 你的分數的設定不大一樣的時候 就有可能去吸引到某些人 用不大一樣的選 選客這類的策略 同樣的行情之下是 來自於說是好 組織裡面來講 例如像我有不大一樣的一些 講程系統的時候 就有可能對一個人 他該做的行為當中 產生了一些不大一樣的判斷 這是另外一種組織層面的東西 還有一個東西呢 可能是來自於說好 外部的一些影響 例如像可能政治上 法律環境當中的時候 或者社會期許當中 對於這個人 有些不大一樣的期許跟要求 例如像是對於 對於美國人來講 美國人相不相信 所謂的平等 經濟上的平等 可能他們並不太相信 經濟上面來講 我們該援助弱勢 因為美國是一個 相對上面 較為資本主義的國家 所以呢 例如像我的學校來講好了 我的好學校可能學費就收得很貴 我今天搬到歐洲那邊去看的時候 歐洲那邊很多的國家 他們搞不好是 本國人完全不用學費 因為他們會相信說 欸你們今天即使說好 你今天如果例如像是 欸你今天可能沒有工作 然後你有三個小孩 我覺得每個小孩補給你多少錢 那你不用工作 你可以照顧你的小孩 那這種情況 美國人 美國一定覺得很奇怪說 那他又不賺錢 自己養小孩自己管不就好 對於歐洲人來講 他認為小野出生之後 就是一種福利 就應該要怎麼樣子 而這些社會制度 就會影響到當地人的一些活動 例如像對於 英國來看的時候 英國就有一種人 他的工作叫做專門生小孩 為什麼專門生小孩呢 因為生小孩了 生完小孩之後 好像一個月 一個小孩 一個小孩子 一個禮拜 他可以拿到的補貼 差不多兩百多磅 一個小孩而已 只要生三個小孩 一個月就有六百多磅的 光是小孩子的補助費 還不含說他的房租的費用 都可以把他減免在那裡面 所以光生小孩就可以賺錢了 那這種情形之下 這也迷糊了 就可能就不會出現 所以換言之 這些環境之類的 法規之類的影響當中 他也有可能 對於一個人 他的一些行為當中 產生影響 就是大概的一個狀況 那這文章當中 我們只先簡介到這個地方 那我想接下來說 我們就要進入到 看影片的一個動作 好 那我先 我先這樣子講一下好了 第一個 因為影片蠻長的 所以我想我們先 大概先休息五分鐘 我們就放影片 讓各位可以上個廁所 或買個零嘴 然後第二個 這個影片主要在 這個影片叫做 中文叫 黑金風暴 它最主要在講的是 在2008年的一個金融風暴 好 有誰大概知道 2008年的金融風暴 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以幫我們 review一下的 美國刺激房貸 好啊 有人告訴我 美國刺激房貸 然後呢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時候 雷曼兄弟 倒掉 雷曼兄弟倒掉 你還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你先講完 反正就是 那是因為刺激房貸 那個 那個 公過於 公過於求 然後那時候 刺激房貸公過於求 應該說 它其實沒那麼大的價值 可是 他一直給 所以 如果你看過 他買錢的話 就是 連技能都可以 都可以 好 幸好沒有選那一片 你呢 就是太容易拿到 房屋的代款 那導致他其實 沒有那個 常在的能力 那當 就是有一部分人 真的還不出來的時候 就會發 連鎖反應 然後大家 對於 這個 失去刑警 然後瘋狂擊對的時候 就會造成整個 金融機械的崩潰 好 美國的金融風暴 對於台灣 還是好事還是壞事 認為是好事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那個美國金融風暴 2008年那樣子 絕對是好事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好 絕對是壞事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壞事的比較多 好 絕對是好事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為什麼你覺得 美國的刺激 美國那個金融風暴 爆出來之後會是好事 我個人是覺得說 我個人是覺得說 因為 以往不管金融有其他 公司成績 然後想要的 完勝 然後其實在爆 把這個刺激 攀開之後 我認為在 那些獨立 動間式的制度上 有去做學會 所以我認為這是 就變成 too big to fail 對 因為 too big to fail 所以變得更好 好 還有誰 絕對是好事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剛剛不是有舉 為什麼好事 就是 而且它 會造成 各種的 體系的 性思 然後 還有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就是 可以 財務重新 運用 但是 但是其實 有一部分 就是最上面還是 有一部分 為什麼是很好 什麼 所以那是好事 告訴我們 有一群人是 untouchable的 我覺得就是 對整個 記錄過線 我覺得 因為它太不健康 所以 要發併 覺得這壞事的人 誰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理由 壞事的 很多的金人 貨幣的話 都是以每人 金座換算 所以如果那時候 他每人會動當 會影響到全世界的 一些教育的進行 好 你的名字是 陳雅文 42行 你本來念什麼的 大學 畫科 好 謝謝 還有誰 絕對是壞事的 絕對壞事的 有沒有 金融風暴是壞事的 對台灣是壞事的 欸 剛剛不是比較多人舉 你是舉好事還壞事 為什麼你覺得是壞事 為什麼你覺得是壞事 蛤 OK 所以那是壞事 OK 好 當然 好事壞事 這個部分來講 各自有各自的說法 你問我的話 至少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掉了 因為股票突然變得很便宜 真的時候 找到現金 有現金在手上 所以可以趕快逢低買進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看到數據上面來講 也的確 就美國本土來講 一些 例如像很多的人 就因此房子就不見了 陷入到負債 很多的人失業 就Global 來看的時候 有不少的國家 大部分的國家 大家都陷入到經濟的一個下滑跟摔退 這樣子的狀況 那至於說 到後來會不會變成 會不會變成比較好呢 目前看起來 好像這個上面來講 會有一些值得爭議的地方 好 好 那Anyway 如果說金融風暴本身這個事情來講 可能並不是太好的事情的話 那我就要問下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誰應該為金融風暴這個事情負責 在金融風暴這個過程當中 哪些人做了他不該做的事情 才造成了金融風暴 後面那位同學 那個應該是 我記得那個紀錄片是那個 信品機構吧 他們評估那個負債的等級的亂 你覺得 OK 你覺得信品機構 是負責的人 因為他並沒有做好平本的東西 好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誰應該為這個事情負責 這樣不好嗎 這不叫做創新嗎 啊 投資人 所以 這要怎麼講 買賣有賺有賠 投資前請祥月公開說明書這句話 是寫錯了嗎 所以這就好像說那個 颱風說現在放颱風假 然後那個賴神一下說今天有 然後就被大家捧能神 歸會之後 他說放半天假 然後就 雨下等 就被大家酸說賴神勸筒 是像這樣子嗎 好 再來還有誰 有人說金融業者可能有責任 還有誰可能有責任 我覺得最好是自己貪婪 投資人犯了什麼錯 因為投資人是貪婪 所以他會造成金融燃銷 投資人怎麼呈現貪婪的 因為刺激狀態就是那個 就是有人跟銀行借錢 銀行不想要有那麼多改賬 所以他把換成錢 欸我把假設我捡一千萬 然後我用花款 我用一千兩百萬給你 所以變成是 投資人跟投資人借錢 所以銀行只是個中介的關係 因為他把這個 信貸賣給的另一個人 那他就是認為他可以賺到這個錢 所以他才會跟銀行買 但是銀行負責 之間的信用關係 因為變成是 兩個作證之間的關係 所以 畢然是他自己太貪婪 沒有去承擔這個空間 讓他還不起錢 所以才會有很多 好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回來 回來看影片 然後到時候讓各位來 看看影片當中 再來做一個討論 然後再問一下 中文字幕、英文字幕 好那猜對了 沒事 五分鐘開始喔 謝謝